热带气旋25号晚间清醒澳洲 昆士兰带来破坏性的大风跟暴雨 也造成了数万人是断电 无电可用的 我们带你看看这树木在墙风中倒塌 还有一些电缆被吹断 昆士兰当地政府表示 已经增派了100名紧急救援人员 前往救灾 机场跟120多间的学校都已经关闭了 民众也陆续抵达疏散中心 而澳洲国庆日的活动因此也取消了 Hello大家好我是林一文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